大家好,今天跟大家說一則娛樂新聞 記得早前跟大家說過郭進安和歐善儀的離婚新聞 之後他們離婚後,表面上大家都和平分手 互相祝福對方的前程,希望他們繼續生活愉快 看上去都OK,但實際上似乎有些暗傭 早前,歐善儀上了一個Youtube頻道叫超GOOD 做一個採訪,我看過這個頻道應該是娛樂明星的採訪 歐善儀接受採訪時,主持有一個蝦頭和蓮詩雅 我對這個蝦頭真的沒什麼好感 其實很老實說,不知為何,總是覺得他就是那些 女權樣子,沒得說這些偏見問題 是我的問題 連斯亞這個都沒什麼特別的 沒什麼特別的地方 MK妹上了碼頭找了陳家樂 賣齋 祝她愉快 最近好像說 懷胎36個月 即是那張IG上了 我們今天主角先說歐善儀 歐善儀呢 上這個採訪節目,三條女,即是兩個主持加起來 你已經感覺到一股女權味道 她接受訪問時,顯得自己非常 離婚後非常愉快 並沒有覺得難過 完全是當代時代女性的榜樣 即是說,女兒當自強 總之整個感覺就是女人 不用靠男人 離婚後又怎樣呢 我仍然是活出自我 歐善儀就因為她自己努力地讀書 她就考取了這個營養師的資格 所以就算離婚後,她也可以做營養師的職業 不愁衣食 除了表現出自己的堅強之外 她就說了幾樣東西 令到網民其實都頗反感 第一,她就說自己離婚後又玩這個交友APP 好像找了幾個出來 她很明顯想 告訴別人自己是仍然很有吸引力 可惜我自己覺得這個言論似乎有點跳脫了一點 沒問題的,她的年紀可能是五十多歲左右 其實 認識多一個沒問題的 但我覺得她的場合上好像不太好 又說拿一些交友APP 大家都知道交友APP都是 博物多,都是找SP多 這些不是太正經的東西 然後她就說了一個 爆炸性的經歷 她說什麼呢 她就說自己有病 有一次這樣說 她在家有病 她覺得也挺嚴重的病 她就說當時就是在睡覺 她就說自己 不知道是發燒還是怎樣 總之整個人 軟爛爛無力地睡在床上 然後她呼吸有困難 她就說沒辦法呼吸 然後勾善儀 跟郭進安說她好像不太好 郭進安就說別玩啦 睡覺啦 可能當時心夜 即是你睡著睡覺 被人叫醒 但勾善儀的情況就很嚴重 她就說 完全無法呼吸 然後 郭進安看到她不對勁 她說她第一時間是怎樣呢 起床Google 看看用不需要叫白車 然後就找了一片荒糖 沖了一些熱水給她喝 可能是Google找到這個方法 拿一片荒糖 沖水 這個時候蝦頭就說 她沒有拿骨灰 不是那些香奴灰給你 她說知道怎樣沖水已經算好 即是爺如郭進安 勾善儀繼續說 然後她就說 郭進安又怕她吐 她就在床上拿了一個譚觀 其實當時第一次聽這個位置 我覺得都很奇怪 不過你繼續說吧 然後她說拿了譚觀 然後勾善儀就說那一刻 其實她已經去到失禁地步 即是賴尿 不知道有沒有賴射 她就說在床上控制不了 已經周圍都是 去到失禁那一刻 她說她覺得 可能自己不行了 即是要死了 即是很嚴重的情況 總之如是者 她就 昏迷了 她說自己 總之是沒有記憶 沒有記憶 她就說醒了的時候 她醒了的時候 一個譚觀就在她的旁邊 這樣 死不去 整件事就是這樣 最後就沒有叫白車 這樣 然後她就 事後好像說 廢言廢積水 這個言論一出 這條片一出 外界嘩然 即是心想 郭駿安是不是瘋了 即是老婆 那麼嚴重 呼不來 都不叫白車 只要去Google 然後叫她 失禁 都還是 什麼 很多人都說 郭駿安沒有常識 即是做阿旺做上路 即是 整個白癡仔 很多人都 這件事是罵 郭駿安 但是近日 郭駿安 一直都沒有 去正面回覆 但因為她現在有新劇 準備 所以逼著 就要出來宣傳 記者提問這件事 郭駿安不蓋為 姜氏魯的難 因為郭駿安在這個娛樂圈 都做了 40年了 應該有 所以她應該見慣 風風如雨 郭駿安回應 這個歐善儀 她就說 不說了 這些東西 不是真的東西 我不回應 第一句已經說了 即是說 這些不是真的 OK 回應已經浪費氣了 她就說 這個是娛樂圈 對傳媒的看法 她就說 在這行 在娛樂圈這麼久 大家都知道什麼事 其實 她說得很無靈兩可 但大家都知道她在說什麼 即是說 暗示有些人 就 即是吹水 簡單來說 她就說 這件事 很簡單 她說她居住那裡是套房 之前也說過 郭駿安其實持有很多物業 對 她有保守估計 有過億身家 她居住的地方 也不會 差到哪裡 OK 即是套房 OK 她就說 她怎麼會有談貫 在家 但其實這個說法很合理 她這個說法很合理 我小時候有幸 因為大陸那些 有很多談貫 香港也有 其實有茶餐廳也有 真的有 不知道怎麼形容 其實談貫這件事 對於小朋友來說 是很有用 真的很有用 因為小時候 為什麼呢 先說一說 小時候怕客人 特別看完恐怖片 睡覺 然後你急了 你不敢去廁所 你從下床去廁所 那個階段 很害怕 即是你小時候 有個談貫 就很方便 你就只需要坐在談貫 小時候 男生也是 男生也坐在這裏 小時候是這樣的 那 小便是很少的 因為很噁心的 的確 你會浸著小便 想嘔吐 通常呢 用談貫 小便便會用 把板膠蓋著 因為怕臭 小時候回到廣州 經常都是用這件事 因為廣州那些屋 那時候很香的感覺 總之你走到廁所 路途都很遠 加上又不知道有沒有老鼠蟑螂呢 想起都很恐怖 那當時一定要用談貫 一定要用談貫 但談貫談貫 它的作用 其實不是讓你拉尿的 其實是用吐痰的 因為 你知道當時大陸那些 不知為何那些人特別多談貫 很多很多談貫 飛劍那些是用吐痰的 不過多數小蚊子都用來拉尿用的 說完這個歷史 其實基本上 這個問題在現代是 我不可能會有談貫 基本上 你特別是葛晉安和歐善儀兩個成年人 說他們的兒子已經讀大學了 對不對 所以你有沒有可能 家裡會有一個談貫 是完全不合理的 正常他那麼有錢的房間也有廁所 應該有一個專用廁所 主人房 其實這個完全是不合理的 你根本不可能會有談貫 但我又不知為何歐善儀這麼白癡 說這麼明顯的謊話 不知道 郭晉安就這樣 他基本上就很簡單回應了 他家裡怎麼會有談貫 其實基本上已經是說得明 他的前妻是吹水 郭晉安就繼續說 始終大家分開了 他代表自己 他說的話我就不會表態 他說什麼就是他的事 他意思是他不會干涉 前妻說什麼 他自由 但他也說會祝福他 因為有些記者問 你的前妻會用交友App 你怎麼看呢 他說祝福他 希望他也找到他的新隊長 然後有記者問郭晉安 你會不會用交友App 郭晉安說 暫時沒有這個必要 而且我是一個 老人家 不會用這些電子東西 他這句話其實也有些暗示 因為他說老人家 不會用這些東西 因為歐善儀說他第一件事 不是叫白車上網Google 如果郭晉安 你懂得用Google的人 基本上是會用很多 很多功能 最起碼交友App 這些很簡單 他一定會適用 但郭晉安暗示了他不會用這些 電子東西 他說會不會再找一個新老婆 他說這些看完份 時間多有 其實郭晉安都挺得體 四兩撥千斤 雖然是這樣 其實郭晉安已經說得不明白 他老婆是吹水 前妻 但他兩個其實表面上的關係 仍然是OK的 不是撒爛了臉 第一他們兩個又不是 有什麼第三者 不是感情的問題 第二他們又沒有一個 金錢的糾紛 最起碼我們看不到 他裡面有沒有不知道 而且大眾看不到這些東西 基本上他們是一個很和平的分手 甚至乎他們都是 公佈離婚的時候 仍然是祝福對方 都做得很好看 我不明白 歐善儀要說這些 歐善儀是不是想說這些 弄死郭晉安 他又不是去到那麼盡 事後也有保留 然後蝦頭繼續問他 其實也不關他的事 歐善儀說 郭晉安當時也害怕 瘋了 可能是 所以 他個人亂說 他又要 他又要 鬧鬧鬧鬧 又不是想置他於死地 我懷疑 總之他們 離婚也不是完全 很愉快 但又未去到 當對方仇人 所以 看對方 有些位置 所以 歐善儀 可能有些位置 想串一串他 但這個謊話 我覺得 水準上 你擦談貫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而且 他又說 當時 郭晉安繼續睡 即是他病 他又說 自己賴尿 賴到周圍都是 你想想 如果郭晉安 他老婆在旁邊 賴尿 賴到成床都是 他怎樣睡得著呢 是不是 基本上 沒可能 即是我兩隻貓 就算有一餐不吃 我都會 哩哩的 我基本上都睡不著的 真的 何況你老婆在旁邊 如果真的那麼嚴重 你其實很難睡得著的 正常來說 OK 撇開感情來說 如果你隔壁的那個人 成床都是尿 你怎樣睡呢 我想問一下 對不對 所以其實 這個 這個謊話 我離譜了一點 現在那個 Chillgood 即是那個channel 那條影片 他已經是禁止了留言 他的dislike數 也都去到兩萬多 一面左右 實際 很明顯大眾的網民 都不是太滿意 這個歐善儀 這件事 應該告一段落 應該他們都不會有什麼深仇大恨 純粹是跟大家說回這宗新聞 我們今天這條影片來到這裡 大家可以留言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